有的人毕业了,又好像没有完全毕业,本月9号,许佳琪参加Sensensis回归演唱会,正式重回女团,以后将从责难回归SNH48小分队了,不得不说许佳琪的事业是真的红火,开年这段大日子,夺本杂志登上她的美账,新剧《清风朗月花正开》也正在热播,这个镜头是要跟居静怡,竞争死白一届吗? 同时责难出身,她的队友们现状可没有她好,不过也算各有各的行吧,听小型挨个跟您说 哈喽,宝宝们又见面了,作为责难组合的新味,刘雨昕理应享有组合中最好的待遇,不向许佳琪全面发展,她更加侧重于音乐,在音乐资源上她用仪器绝尘来形容也不为过 前几天,刘雨昕还带着新歌,作为SO女艺人登上了跨年晚会,被网友大赞卡点框摸,节奏天才 其实自从亲力成团还在团队活动中,她的个人单曲就源源不断的输出 21年年底,她正式推出了自己的个人专辑Zanadu,据刘雨昕本人道路 这张专辑有10首歌,10首MV,10首舞蹈风格,还有一部音乐电影,我的天哪,这也太爽了,很很期待住了 关于这张专辑,目前已经发布了两首歌曲了 主打歌是Baby I Know,这首歌的班底真的强大 刘雨昕跟艺术家空山机合作,推出了联名限定黑胶唱片 作品中刘雨昕还跟街舞大神阿Key合作编舞,这首舞蹈果然非常的酷炫耐看 能跟这样的业绩大佬切磋,真的为雨昕感到开心啊 专辑第二首歌《黑白日月》也已经发布了 比起主打歌还增加了神秘又带感的民族元素,超级特别 剩下八首到底是什么风格,小鑫这里是猜都猜不到啊 天上偶像许佳琪也是一样继续走爱的路线 不过目前并没有朝着solo方向前进的意图 而是选择了在SNH48的小分队 Seven Senses中重回女团 其实这也是一个好的选择 在泡菜国那边,许多女团艺人都曾参加过多个女团 更何况作为SNH48中的实力代表 Seven Senses登上韩国NBC电视台的打歌节目 展现出的舞台魅力并不弱于其他韩国女团 不过这次回归女团又有些不一样 从SNH48原满毕业 泽南解散的第二天就成立了个人工作室 证明许佳琪已经成为SNH48的力推人选 在话语权上是很不一般的 如今的许佳琪全面发展 在影视上有位突出 参演了《平行迷途》、《如意芳妃》等热播剧 眼下正在热播的《清风朗月花晨开中》 许佳琪就是女一号陈朗月的扮演者 此外 另一部今年开机的《幻月森林》 许佳琪也作为女一号大档人气小生魏哲明 陶能提供给许佳琪两部国偶剧女一号的待遇 逐渐对其颜值和人气综合实力的肯定 也符合当下爱豆跨界演戏的大趋势 由于外形比较出众 许佳琪的时尚资源也是一卷 开年就登上了《世界》一月刊方面 《古风》大片颇有超模级视感 《旅游天地》也为她拍摄大片 Kiki的表现力令我大为震撼 温馨至于的嗓音 搭配宁静的云南风光 只化了几淡的妆 看起来却美到让人窒息 未来许佳琪应该也是跟《居静一走》一样的模式 以拍戏和Solo音乐作品为主 然后是谢可寅 她定位明确 还在逐步尝试两条腿奏路 兼顾Rap歌手和演员两个职业 且都是比较有天赋的 舞台表现力OK 演技在一周流量中能有名有姓 走音效果也很不错 未来可能会成为最大黑马 音乐上谢可寅是组合当中唯一的Rap单等 Rap很傻 Walko也不乱垮 还会自己创作 前段时间7686不离福州 不到两个小时就写出了非常有文采的词 团歌里的Rap 小城故事的Rap等也是自己写的 如果走戏哈喽线 肯定能成为内娱独一份 演技方面 不得不提出圈名场面 我就是演员 谢可寅的演技入目三分 陌陌流利的样子令人太心疼了 连张子怡这样超挑剔的前辈 都对她赞不绝口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谢可寅她毕业于男艺 而且还学的是表演专业 谢可寅其实是一个科班出身的演员 但是很可惜的是 在毕业后她接不到戏 因此也没有办法向大家展现自己的演技 不过我就是演员破全以后 她接到了很多表演机会 由秦浩 任素希等已重视了演员主演的电视剧 《亲爱的小孩》 波瑞选择了谢可寅 海界派了人生第一部电影成为赢家 如果能抓住这个机会好好表现 说不定还能拿到一个表演类奖项 未来的影视资源绝对不会差 而于舒心则是 《泽难成员》中选择方向最多的那个人 虽然插跳能力相对一般 但是盛在讨喜又可爱 最终以第二名的整机完成出道 完全说明了她的人气 知名度有 实力不拉垮 景上高 路人远好 她的人格魅力非常突出 其实非常适合上综艺节目 不过对于新心思来说 还是有一个演员忘到 团队和个人对于这样的发展规划 十分明确 她在参加《青春有你》之前 就是演员身份 所以在节目中 顺利出道之后 她之后的工作重心 其实没发生太大的变化 一年的时间中 于舒心出演了不少电视剧 比如月光变奏剧 还有戴博剧 苍蓝爵和两个人的小森林 都是非常好的IP 不过她目前在市场上的整体 刻板影响严重 且同类型小花多 竞争激烈 建议于舒心还是认真选择作品 沉淀演技 可以多接一些反差角色 打破人们的刻板影响 公司营销方面大胆一点 954小花旦必有你的份 陆柯然虽然当初是以最后一名 身份出道 但是以现在的人气来看 都已经可以排到前几了 看似中心的外形 但有着小女生的羞涩 这样的反差萌 也备受很多粉丝的喜爱 身材比利时尚资源一记绝尘 并且慢慢的有被看到 风格正在和纯中性风区分看来 在市场上也是独一份了 相对于其他姐妹 陆柯然资源是比较少的 而且出道后 趁热打铁的阶段 陆柯然因为家里有事 暂别工作了 这种升温期离开还是有影响的 回国之后只发行过一首个人单曲 还包含在团队专辑里 参加的综艺也只有一个爆裂舞台 个人实力不错 但是团队以及工作室 都在慢慢发展的过程中 泽南解散对他来说是个不错的契机 各方面资源都在慢慢变好 但可能有一定时间需要去成长 但是在时尚方面的潜力是巨大的 未来如果站稳时尚圈 以时尚为基础去接触各类资源 也能获得惊人的成绩 而预言作为组合中争议最大的意味 因为未成年时期的丑闻问题 导致他后续一直不能跟其他姐妹一样活跃 虽然唱演俱佳 实力和颜值并存 不少的商务合作 团队演出都没有预言的身影 很多节目组也还是不太敢用它 虽然曝光度低 可还是有一大批的死忠粉 乐人气都不亚于刘雨昕 泽南的解散对他来说也算是一件好事 至少可以作为个人出面接触一些合作了 希望预言之后能越来越好 孔雪儿是女团位团内最高的一位 人长得漂亮且公司大 粉丝会舞 发展一路顺风顺水 而且看着是个大美人 性格接触下来却猪猪道 很有反差萌 真的可惜国内没有女团发展的空间 逼得这样一个完美女团门面 没有什么舞台 在组合发展的后期已经开始拍戏 毕竟跟赵小棠是同一个经纪公司 似乎早早为自己的演员道路提前布局 不过目前为止节的剧本其实不太适合他 他这样的外形多去演一些冷艳反派女二 感觉是适合孔雪儿的打开方式 赵小棠是黑红的代表 但是粉丝也不需要过度操心 在没有犯原则性大问题时 所有网上高低不一的 褒贬都是打开知名度的好方式 目前他曝光度也不算高 但由于真实不做作的性格 也收获了一大批的子中粉 而他现在的经纪公司主要就是培养演员 蔚来应该也是以拍戏为主 但是如果够硬气 赵哥大热综艺常驻 一定能凭借个人魅力得到更多粉丝 蔚来他主演的古装起剧 德云瓦盛可能就是最好的机会 希望他带来精彩的表现吧 而队长安琪其实是所有成员当中 实力最强的一位 但也是人气最低的一位 其实安琪算是跳舞方面 比较有特点的优秀成员 只是自从琴琳出道之后 这项技能好像被封存了一样 只有在爆裂舞台中 安琪与众多的偶像爱豆 以及实力唱将同台竞技 最终取得了年度总冠军的优移成绩 但是公司资源迟迟没有跟上 白白浪费了好机会啊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留言讨论一波 喜欢本期内容的可以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哦 咱们下期再见